龍骨灘發電廠第一台新天然氣發電機組落成 一對同系中電工程師的父子見證工程 爸爸兩年多之後退休 兒子希望繼承副業 參與興建新的發電機組 羅天明說 祖哥37年前加入中電造技術學徒 之後有份起屯門青山發電廠和龍骨灘發電廠 現在是青山發電廠二級工程師 自小喜歡砌模型的陳冠良阿John 小時候和爸爸做歌參觀發電廠之後 就納至要紫成副業 外國讀完書之後入了中電造工程師 祖哥還做了他師傅 建電廠的時候燒烤這項工作會去很多 燒一些喉嚨 香港方面學到一些知識就順便可以教一下他 剛剛進來電廠 那時候有一個超級方便的化學通在我旁邊 所以我有些甚麼不明白 我就立刻可以問我爸爸了 作為爸爸 祖哥除了和兒子分享人生月曆 還幫他拉紅線 在中電找到兒子人生另一半 不知道這對父子兵有甚麼心底話想跟對方說呢 除了我覺得他有型之外 譬如他很疼我 用很多錢在我身上 我都是沒有去表達給他聽 但我心裏自己是很深刻 這件事 休息一下 阿John說會教導下一代有關電廠的知識 將來下一代如果想投身這個行業 他絕對會鼓勵 有線電視記者羅天明報導 好 好